我记得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,我打开了我的课。 大家好,我是Jana,终于我有时间拍新的影片。 我已经住在台湾三年,三年,Jana,为什么时间过那么快? 所以我决定拍一个影片做一个比较,我三年以前刚来台湾的时候跟现在的理由不一样。 好,我们开始。 我记得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,我打开了我的课本。 我看到我们要学这么些汉字。 我那个时候跟自己说,Jana,你应该没办法写那么难的字。 因为我的母语没有汉字,所以对我来说汉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。 但是过了三年,我连贵都不怕写。 就是只要花多一点时间练习怎么写字,就不要怕。 我都抽在起来。 对我。 对我。 我对我。 我都赶紧。 三年以前我完全看不懂 我之前来台湾的时候 我看到到处都是汉子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在想 天啊 怎么可以看得懂 就是不是ABC 就是真的一个汉子 一个汉子 我不会用筷子 我需要架子 我需要架子 谢谢大家 你们看了我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请你帮我按赞 订阅 拜拜 下次见 by bwd6